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六回 修长纤细白皙的玉手轻轻的捏着一张粉色的指甲 哼 原来是吃苦头了 难怪这么气急败坏 人家本来只想吓下你 谁叫你自作聪明硬扛呢 瓜子儿脸光滑如宁芝 湛蓝如宝石一般的眼睛透着一丝顽皮 高挺的鼻梁下 一点珠唇阴红 洁白泛着荧光的银月容制成的抹胸和短裤 人家看上去毛茸茸的说不出来的那么可爱 大胆裸露的小腹和玉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如同呢 象牙经大师精心打磨而成的最完美的作品 没有一丁点瑕疵的赤足 系着细细的鲜艳的红绳 添了几分妖容 手腕带着一双天蓝色的手链 上面有许多小铃铛 举步轻移会在身后留下一连串叮叮当当的清脆悦耳的铃声 不过 真是有趣的人哪 连您都觉得有趣的人 那一定是相当有趣的 身后传来了带着几封恭敬的声音 一位面色金黄 头戴谈目光 看上去大约四十岁左右的修者 若有人看到此人一定会惊讶万分 声名赫赫的赤也真人竟然会对一位小女孩如此的恭敬 他早就知道身后有人 也不吃惊 嘻嘻地笑道 是啊 很有意思的人 不超过筑基中期的修为 能硬扛仙儿的两成心魔咒 很厉害呀 哦 事业真人听到这儿有些动容 这的确是可造之才呀 不如把它纳入门中 仙儿转脸面朝窗外 目光深邃幽远 淡淡地说 修真之徒除了天赋 机缘更为重要 门中弟子天赋出众者何止万千 莫说大道 便是成就金丹 又有几人呢 他忽然吐了吐舌头 顽皮地说 与其如此呀 我看 倒不如留给仙儿姐妹 事业真人呵呵一笑 带着几分宠溺地说 伊妮 伊妮 既然您对他这么感兴趣 不如我们在这儿多逗留一段日子 您看怎么样啊 仙儿歪着脑袋 蓝眼睛忽伤忽伤地眨着 想了想 摇了摇头 诶 正事要紧 我们在这儿留的时间也够久的了 诶 仙儿在他身上啊 留下了印记 他可逃不出仙儿的手掌心啊 事业真人见仙儿天真可爱的模样 不禁畅怀怀大笑 左末悠悠悠地醒来 浑身酸痛不已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声吟 想想昨天他觉得就像是做了个梦 但是浑身的伤口不断地提醒着他 那场惨烈异常的战斗并不是一场梦 他到现在还有一些不能置信 自己是怎么打败那股冰冷的气息的 他知道自己有段时间陷入恍惚 也就是那段时间自己胜利了 可是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一无所知 苏长瓜度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半点苗头 他便索性啊 把这个问题丢到了一边 至于对方报复的问题 左末已经完全懒得去想了 哥很忙 掰手指都算 便知道今天有多少事情需要忙 药田施语呢 自是不必说了 今天还有要给一位师兄施语 那可是整整的一百亩的灵田呢 药田里的那些灵药 可不会管他的状态好还是不好 而给师兄的一百亩灵田施语 也是早定下的协议 推脱不得 咬牙爬起来 左末感觉全身的骨头 似乎随时都可能散架子 一归宿挪到了冷雾谷 看着整片山谷的药田 他在肚子里把豪敏和罗黎这对肩夫淫妇 咒骂了无数遍 诅咒归诅咒 做事归做事 和往常一般掐动的小云雨绝 接下来一幕让左末是目瞪口呆 白丝丝的雾气疯狂地向他面前汇集 眨眼之间便形成了一团白云 愣愣地左末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云团迅速地扩张 短短时间之内便把整个山谷遮了个严严实实 置身白茫茫的云团当中 左末是呆呆地伸出了手 丝丝的凉意从他指缝划过恍入梦境 他突然一个机灵惊醒了 这绝对不是第三层的小云雨绝呀 他表情凝重了起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忽然有一股预感 昨天那股冰冷的气息似乎改变了很多东西 沉静心神闭上了眼睛 云团之中他张开了双臂 很快他便察觉到了异样 无数水气汇聚而成的云团 分外的活跃 他们就像是一群被唤醒的小生灵 这次的云团呀 多了一份很独特的气息 像刚刚抽牙的青草 又像阳光 坐墨很难很具体的形容 他很喜欢这股气息 因为很舒服 他不禁露出了喜色 他种植灵谷已经有两年了 虽然说不知道这股活泼的气息究竟为何物 但是他对灵谷生长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他心意移动 云团稀稀利利地下起了雨丝 银线一般的雨丝之中 所蕴含的活泼的气息比云团中的水气更加的浓重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看到了一些灵药植株叶片舒展 似乎十分的喜悦 幻觉 昨天发生的一切像是在做梦 今天正在发生的更像是在做梦 啊 这是第四层 小云与绝吗 他不确定 他买的预检关于小云与绝的论述也只到第三层 有许多他没有想到的地方 他有些羡慕那些大门派的弟子们 无论哪种法觉到达一定层次之后都需要自悟 可是若有前人的体悟做参考 可以大大的减少自己走的弯路 他没人可问 别说掌门和各位师兄了 便是内门师兄们想去求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很怀疑 内门师兄有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小云与绝这种低频 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法觉上去 无空剑门是个剑修门派以修剑为主 若不是需要领古 只怕根本不会招收他们这些外门弟子 所有的修者中 剑修以攻击力著称 他们只修剑绝 讲究的是一剑破万法 五行自成体系 一学难经 修炼的大多是散修 所以散修中呢 灵直夫的数量最多 施完语之后 他又到早就约定的那位师兄那儿施语 连续施语两场 深受重创的佐墨看上去是摇摇欲坠 吓得那位师兄啊连忙让他回去休息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精疲力尽的佐墨回到小院还是坚持打坐 昨天的遭遇让他深刻的理解了一个现实 在那些强大的修者眼中 低级修者有入草界 也不知道是不是身体急需受补 这次入定的时间几乎是平时的两倍 他的身体就像饥渴的野兽 拼命的汲取周围空气中的灵力 呼团下的小节灵脉 此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源源不断的提供灵力 被佐墨汲取的灵力没有像往常一样 只储存在他的经脉之中 而是渗透进了他全身的每个部位 不得不说 佐墨的天赋十分出色 实证心法不是什么高级心法 但是他深得平和中正四字要诀 修炼效果颇为不错 连续六个周天 这佐墨创下他迄今为止 一次运转周天最多的记录 当他从入定中退出来 他愕然的发现 全身的创伤竟然好得差不多了 检查了一下修为 有所增长 但是并不离谱 依然稳定在炼气期第八层 不知怎么的 他不仅没有失望 反而松了一口气 是有反常 急为妖 这两天反常的事太多了 严重考验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想起昨天他心中一动 随手掐了个跟筋绝 于是他腰了 庚金气芒围绕着他的手指 欢快地转动着 像一团风卷起的金纱 晃得人眼花 之前淡金色的气芒 如今变成了纯正的金黄色 泛着黄金特有的金属的光泽 金光闪动 迷离人眼 无数信息涌入他的脑中 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信息 随着手指 庚金气芒 每次转动 渐渐在他脑海中完善起来 庚金绝果然是一种攻击法绝 倘若说之前 左末只是猜测的话 那么今天他便万分的肯定了 庚金绝的特性在第二层的时候便显露无遗 通过预见他才确定 自己竟然突破了庚金绝的第二层 一夜之间 小云与绝突破第四层 庚金绝突破第二层 这样的速度让胆大的他也有一些心惊胆颤了 总好像感觉来的不踏实 实力的提升有些虚幻色彩 但是所带来的快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他可不希望再来一次 哪怕昨天他很硬气的留了那三个字 安全第一 身心恢复良好 他的生活迅速恢复正规 可无至极的粉色小千鹤没有再出现 昨末很欣慰 桌面上摆放着各种零碎 深红色的盐铁矿 一块青铜钉 还有七尺左右的松木杆 这些呢 便是他从费云那里买来的 用来制作震灵厨的整套的材料 炼器是每位修者必修的法门 几乎人人都会那么一点 也是最受外门弟子欢迎的课程 对外门弟子来说 一位擅长炼器的修真是很容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的 但是对于内门弟子呀 尤其是剑修门牌 精通炼器的往往只有数人而已 剑修习惯用剑来征服世界 用剑来获取自己想要的需要的 像本门也只有心严师叔这一脉精通炼器 徐义师兄便是心严师叔的得意弟子 但是 无论是心严师叔在众师书间 还是徐义师兄在二代弟子之间 地位都不算高 这些和左墨都没有关系 此刻他有些激动 人生第一次炼器即将开始啊 徐义师兄说得很详细 真灵储物也是最简单的法宝 称它为法宝多少有些高估的味道 它连一品都入不了 但是 对于从来没有炼器经验的左墨来说 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比如青铜锭 要把它敲制成雏形 这就相当考验左墨的能力 好在啊 青铜制软 他反反复复的敲了两个时辰 这才勉勉强强的弄出了一个雏形 接着 要在这块青铜锄上 明刻镇法 真灵锄上的镇法很简单 八种基础镇法之一的镇 对于任何一位修者来说都绝对不陌生 镇法是不陌生啊 但是如何明刻便有讲究了 左墨右手持一把刻刀 小心的刻出镇 他以前不曾用过刻刀经常出错 一旦出错 就需要重新平整 重头再刻 出错了七八次 左墨呢 才艰难无比的刻完了镇法 看着布满了青铜锄表面的镇法刻纹 左墨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他如今修为太低 只能使用刻刀这种最低级的工具 若是修为高 以新火炼器随心所欲的塑形 也同样是修为菜低 一个最简单的镇法便布满整个厨身 若是修为高 便是在那一只飞剑上 设下数百层浸致 毁天灭地 无所不能 但是对于左墨来说 现在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他一脸肉疼的拿出一颗二品金石 嵌在镇法中心 青铜锄突然一亮 一抹水波般清亮的光芒 沿除身放过 刚刚还布满了交错纵横刻痕的除身 光滑如初 到了这儿 左墨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把镇灵锄已经大半成功 到目前为止还算比较不错 青藤锄太软 很容易变形 从而破坏镇法结构 所以紧接着要用盐铁矿来固形 增加硬度 赤红的盐铁矿握在手中 可以很明显地感激到 它散发出来的温热 盐铁矿放在青铜锄上 左墨回忆了一下 徐师兄讲过的炼气法诀 这一步的关键呢 是要把盐铁矿里面的铁水 融入到青铜锄里边 倘若有心火 完成这步可谓是轻松至极 但是对于左墨来说 他不得不借助一些特用的法觉 左墨体内灵力运转 双手向鲜花绽放 灵力随着手指轨迹的变化而变化 双手笼罩着一层红光 去 双手一翻 红光脱手而出 打在了青铜锄和盐铁矿上 盐铁矿变得痛红 痛红的铁水流淌到青铜锄上 青铜锄像海绵般 铁水一沾到锄身 便被吸收一滴也不剩 青铜锄的颜色质地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青铜色中的带着几分暗红 拿起锄身 锄身比之前更沉 身指轻敲了几下 声音清脆 明显能感觉到质地上了几个台阶 坚硬异常 早就准备好的松木杆插入厨身 这把镇灵厨便大功告成 兴奋之余的左墨 立即冲到院子里边的灵田 开始尝试这把镇灵厨的效果 一厨下去 厨身微震 锄头前端传来了强烈的震动感 左墨俯身检查灵田 脸上不由的露出了喜色 这灵厨果然不愧是种植必备的法宝啊 刚才除动位置的灵气分布和周围有着明显的分别 周围灵田中灵气分布相当的不均匀 或成团或成块 而刚才他除动的那块土地 灵气全都被震散 均匀的分布 像这类游离一般的灵气最容易被灵骨吸收 好东西 左墨顿时来劲了 挥除如飞 一口气呢 把院子里五亩灵田全都除了个遍 他煮着镇灵厨 是气喘如牛 脸色发白 刚才太过于兴奋 他忘了这把镇灵厨的重量着实不低 以他的小身板可是非常的吃力 不过即使累得半死 他还是难掩心中的兴奋 第一次成功的炼制了一件法宝 这种快感实在是难以言喻 五亩灵田 用羹筋爵杀过虫 用第四层的小云与爵灌溉 用镇灵厨松过土 放眼整个门派 还从来就没有人如此精细的种过灵谷 他现在很好奇 这五亩灵田今年的产量会增加多少 炼气期八层的修为 让他在灵力方面游刃有余 倘若这五亩灵田的产量增加不少 他完全可以用这种精细耕种的方式 来耕种他从门派中租来的五十亩灵田 让他将一跃成为所有外门弟子最大的财主 这无疑令他怦然心动 没有什么比灵谷晶石更实在的东西了 第一次炼气的成功给左墨莫大的鼓励 这段时间的霉运似乎也一扫而空 其他三种法觉的学习也逐渐入门 尤其是草木绝 三种法觉作用各不相同 吃燕绝用来激活种子 能够催及胚芽生长 除此之外 他还汇聚太阳之精华 最适合对阳性灵珠使用 第七绝呢 则能汇集第七 尤其适合一些阴性灵珠的生长 而草木绝和小云与绝相似 没有阴阳之分 但是他远比小云与绝霸道 抽取草木精华 用于滋补灵谷的生长 草木绝的本质是掠夺 夺取其他草木精华来滋养自己 他的使用需要十分小心 虽然无空山树木仓域 但是稍有不慎 很容易让树木枯死了 每一次使用草木绝的时候 昨末都是小心翼翼的 唯恐毁了山中古树 这古树生长存活不易 无物经历数百上千岁月 方能成形 虽然说门内没有明文规定 但若导致大片古树枯死 那等待自己的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会留下什么遗憾 请谁要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七回 每生天天一远方 也许